现实世界太分杂 不如让我们换个世界看看 你好朋友 我是幻视领航员阿桑 跟我前往今天的目的地 幻视追踪 今天的世界充满了罪恶 凶神恶煞的劫匪大闹银行 稍有反抗便会被无情杀害 门外的警察不过是开胃菜 他们似乎没有任何距离 直到画面终止 气定神闲的造梦师麦克 才出来为大家答疑解惑 原来所有的恶性犯罪 都来自他创立的幻视虚拟小镇 小镇没有法律 没有制裁 游客们能够随心所欲地发泄欲望 做自己不敢在现实中做的事 并不用承担任何后果 说是小镇 其实幻视大的惊人 它就像城市的一部分 蹲守在外的警官泰德 早就看幻视不爽 小镇里被无情伤害的遇难者 虽然都是被植入AI的克隆人 但总有流氓分不清现实和虚拟 进入小镇吉凶的泰德更不认为 警方无权在幻视之法 更何况克隆人与真人相差无几 难道他们的生命 真的无关紧要吗 或许每天定时醒来的凯莉 也曾好奇过自己的身世吧 好友梅莎总会在清晨向她问好 可奇怪的梦境告诉凯莉 她的生活似乎将会迎来变化 她明明没有去过笔下的教堂 为何会如此念念不忘呢 可惜在高高的穷顶之下 任何变化都只能是妄想 麦克才不会让凯莉离开小镇呢 让员工保持好心情 已经是她最大的仁慈 幻视已经入住了一千多名游客 现在正缺克隆人 凯莉的意识都是被公司设定好的 除了那个奇怪的梦 幻视小镇热闹依旧 正装出席的游客们野心勃勃 梅莎和凯莉总是被流氓骚扰 他们也不明白 为何总有人装作认识他们 毕竟纸醉金迷的小镇里 只有客人拥有正常人的记忆 克隆人一旦报废货归舱 便会被公司清除记忆 只有把每天当作新的一天 克隆人才敢安心工作 泰德早就厌倦了幻视的把戏 他根本不会在这种地方感到放松 幻视无疑助长了人类的堕落 泰德只想打听自己的目标在哪 还没等他进门 殴打声便传了出来 不出警官所料 犯罪分子本性难移 泰德虽然不能为克隆人伸张正义 但目标已在小镇外犯罪 游客领取的枪支 无法朝正常人激发 警官绝不会心思手软 虽然无法真正解救克隆人 但泰德也会尽力而为 或许像凯莉这样担任酒吧招待的克隆人 已经算是幸运的 吧台前至少还有正常的男人 虽然目光深情的他 看凯莉的眼神有些复杂 客人只是表示 凯莉很像他认识的一个人 转眼就到了下班的时候 凯莉今晚要和梅莎不醉不归 可阴魂不散的流氓 早就蹲守在附近 看似神志不清的客人 其实相当清醒 梅莎若还是对其挨搭不理 就只能吃子弹了 旁观者们无动于衷 可怜的凯莉 也不过是下一个牺牲品 窒息的痛苦涌上心头 今天的凯莉 永远没能走出小镇 这无比罪恶的一幕 对麦克和主管而言 只是家常便饭 客人尽兴了 清洁工也该上线了 工程师早就习惯了修复克隆人 事实上 克隆人的体内也有机器 这样既能做到经济效益最大化 让克隆人更耐用 客人也能获得 更加真实的犯罪体验 除了他们脑海中 预知的人设和记忆 克隆人与人类 没有多大区别 他们也有情感和认知 但公司配备的麦冲手镯 总会在午夜清除员工记忆 克隆人生活在日复一日的循环中 所有罪恶都是过眼云烟 当清晨的阳光再度亮起 凯莉又迎来了被限定的生活 梅莎依旧笑容满面 只有等到黑夜降临 真相才会浮出水面 泰德对幻世的仇恶再清楚不过 可局长总是反对进入小镇持法 麦克创办的幻世小镇 为城市带来了丰厚的税收 没人想得罪她 可在泰德看来 幻世已经出现真人杀真人的闹剧了 纵容人性堕落 让那些双手燃血的家伙回到城市 后果不堪设想 赵丽与姐妹庆祝的凯莉 也厌倦了自己的工作 可一阵阵突然闪回的记忆 让她突然反应过来 自己对小镇的感觉 不仅仅是讨厌那么简单 凯莉的记忆闪回 立即引起了后台注意 出现自主记忆是不被允许的 麦克当即下令重启员工 可不知为何 凯莉既然没有接收公司信号 事情逐渐有趣了起来 地面部队迅速出动 病床上的凯莉依旧在不停回忆 男人 鹦鹉和从前的欢声笑语 医护人员是那样陌生 与她曾经遭遇过的伤害相比 这点关怀不值一提 没有医生会给病人捆上皮带 在工程师眼中 她不过是在维修家电罢了 那些赏回的记忆 是脉冲手环老化的结果 但工程师必须要从混乱中 保护预设记忆 凯莉必须努力甄别一番 幻视小镇里的罪恶一一浮现 各种死法一应俱全 凯莉痛苦地挣扎起来 这无疑超出了工程师预料 凯莉在求生欲望驱使下 挣脱控制 逃出了维修间 公司安保不会手下留情 她只能一网无钱 索性安保也从未见过这种阵仗 枪法生疏的他们 只能看着目标渐行渐远 逃出幻视小镇 原来幻视外还有一个更大的事件 看到爆炸新闻的泰德 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场 幻视公司将爆炸归咎于管道事故 这当然瞒不过警官的法眼 不论有没有准许 他都要当面致问麦克 可酒精风浪的造梦师 早已打点好了全市各界 一个良心发现的警官掀不起风浪 坏事小镇虽然每天都在上演罪恶 但游客也在此处发现了生活的压力 烟草和酒精也对身体有害 但只要市场有需求 没人会跟丰厚的经济回报过不去 可在泰德眼中 麦克只是强词多理 犯罪上瘾的人越来越多 社会崩坏只是时间问题 今晚的谈话不欢而散 惊慌中的城市即将迎来宵尽 可彻夜奔波的凯莉十分明白 自己根本不是逃犯 他究竟躲入了一处酒吧 无故搭讪的酒鬼 是凯莉眼中潜在的凶杀犯 他只想看看循环播报的电视新闻 镜头前的麦克侃侃而谈 轻描淡写的也是克隆人的苦难 当酒鬼想要再次纠缠时 凯莉已经消失不见 明白一切的他 不知自己该逃去哪里 阴魂不散的酒鬼 更让他感到无助 可前来英雄救美的并非王子 而是幻世公司的主管 但凯莉再也不会上第二次当了 酒鬼的鲁莽也为他争取了时间 公用兵的子弹不长眼 幻世已将罪孽散布到了小镇外 士兵们训练有素 协同围剿出逃克隆人 凯莉不断拉开自己与追兵的距离 主管也低估了克隆人的胆识 凯莉绝不投降 就算从高处跌落 他也不想再受人摆布 好在天无绝人之路 淡淡不死的凯莉已经远离小镇 公司不能再轻举妄动了 是该轮到泰德上场 根据枪击案现场的情形来看 公司一定是要来追杀一位重要的人 优害者生前曾和一位女子纠葛 泰德渐渐明白了一切 或许是命运在驱使凯莉 一路逃亡的他 竟然看见了自己梦中的教堂 直觉告诉凯莉 这里是安全的 彩色花窗下 一位男子等候多时 凯莉奋力捕捉回忆 想起了这位酒吧的常客 男人二话不说 解开了凯莉的脉冲手链 公司正式以此追踪员工 而被注入特定程序的科隆人们 根本察觉不到手链 看来这位名叫伊万的男人 也是大有来头 房间里的相片表明 伊万正是凯莉的创造者 妻子数年前因病去世 悲痛中的伊万 用科技重现了爱人 奋力调查的泰德 也在此时摸清了公司隐瞒的真相 幻视附近的市政录像已被修改 麦克向政府隐瞒了克隆人出逃 还擅自派遣雇佣兵追捕 任凭局长如何阻挠 泰德也要将真相查个水落石出 其实不听局长劝的 还有守在屏幕前的技术员 他核验了枪击案现场遗留的DNA 却发现DNA所属的年轻女子 在几年前就因病去世 目前能掌握到的线索 就只有一位他的亲属 一个名叫伊万的科学家 关照凯莉的伊万还不知道 他多年来的秘密已被戳穿 其实在幻视小镇建立之前 克隆人走出实验室是违法行为 是思念王七的伊万 利用公司资源制造了凯莉 可他万万没有想到 公司新上任的总裁麦克 不仅股东议会修改法律 还想出了犯罪小镇的点子 让公司大发横财 所有像伊万这样恪守原则的科学家 都被公司扫地出门 好在伊万终于等到了机会 他不会再让麦克得逞 不过气定神闲的麦克 也不是容易对付的人 通过出逃者留下的绘画 麦克意识到凯莉已经建立了自主意识 他能用后天生成的技巧和意识创作 具备极大的克隆人研究价值 这座神秘的教堂 公司必须去一趟 此时的伊万也明白 教堂不亦久留 凯莉找回了自己的记忆 也发现了属于伊万爱人的回忆 但科学家已经别无所求 凯莉就是凯莉 身为对方的创造者 伊万要捍卫克隆人生活的权利 逃得越远越好 再也不要回幻世小镇了 泰德想要来的不是时候 没人知道警察有没有被麦克收满 新照不宣的两人几乎同时拔枪 但泰德的电击枪还是更胜一筹 他明白伊万大概不是坏人 可伸手矫健的凯莉 没有给警官解释的机会 幻世工运兵也在此时杀到 泰德自打从军队退伍以来 还从未见过这么大阵仗 好在凯莉已经趁乱逃出教堂 伊万也没有让追兵得逞 公司连累的无辜平民越来越多 目送凯莉远去的泰德发誓 麦克这次一定会付出代价 伊万并不打算一路狂飙 不彻底更改身份 他们逃不了多远 可坐手控制室的麦克 也不是等闲之辈 克隆人一定会被探测器捕捉到 他要布下天网 幻世小镇可以被用作军事训练 应用前景广阔 相信政府会包容公司的 看来眼下最迷茫的人 还是辛苦查案的泰德 搜查伊万房间的警官明白 凯莉的保镖来历不简单 技术员当即着手调查 果不起然 伊万曾是幻世公司的创立骨干 可出于未知原因 他在幻世小镇建立后辞职隐居 泰德发现的女子相片 正属于伊万的王妻 看来他已选中了一处岛屿 让凯莉平安度过风波 不过伊万并不是个心急的人 当年你反抗麦克离开幻世的 还有顶级电脑工程师詹姆 常年宅在办公室里的他不敢相信 伊万真的做到了 克隆人与真人无异 还发展出了自我意识 不就是创立新身份躲避追踪马 詹姆一定会帮到底 幻世为了不让克隆人淹没在人海中 是巨资连通了政府的市民信息系统 詹姆用专研的破窗程序检索 成功找到了酒吧招待凯莉 所有幻世掌握的技术档案 维护记录都被一一删除 除了那些熟识的朋友 凯莉已经人间蒸发了 他将携带新身份 去别的地方开启新生活 安检严密的交通工具都不可靠 邮轮是最理想的 詹姆将老友的信息一并清除 并告诉凯莉 他还能为克隆人升级战斗程序 不过这样不像个正常人 凯莉还是婉拒了大家的好意 是时候出发了 詹姆提供的载具相当复古 幻世公司失去了目标线索 但他们还能监视查案的泰德 麦克要求监听警方谈话 果不其然 泰德又有了新点子 凯莉虽然更换了新身份 但夜晚一定会寻找交通工具渡海登岛 果不其然 凯莉的行踪再次浮出水面 幻世公司也紧随警官之后 三封混战就此拉开帷幕 夜幕下的城市暗流涌动 朝码头开进的泰德 已经得知凯莉乘坐的邮轮班次 这是一次警察局长 未曾授权的行动 在码头下车的意外也明白 这边不到最后一个不会罢休 他并不打算和凯莉一同离开 真正的爱情无可替代 凯莉是时候做自己了 这没钻戒 就当做新开始的见证 偷偷靠近的泰德 很欣赏两人的友谊 可凯莉还有更重大的使命 只可惜幻世公佣兵 没有给警官解释的机会 还没等伊万身变清楚 瞄准激光便落在了凯莉身上 警官当即先发之人 可伊万却没来得及躲避 雇佣兵来势迅猛 伊万已是奄奄一息 只有泰德扛起防守重任 逐个消灭幻世的爪牙 就算还有落网之余 伊万也不会让对方得逞 很高兴 他还来得及弥补曾经犯下的过错 凯莉应当是自由的 这是伊万最后的心愿 警官不得不感叹 凯莉成为了改写历史的人 她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顾全自己 遵循伊万的遗愿远走他乡 或者凯莉充当警方证人 彻底取缔罪恶的放纵小镇 解放克隆人 凯莉的选择是后者 她再次找到了詹姆 为自己升级战斗程序 泰德也答应工程师 对其黑入政府系统的行为既往不救 詹姆总算找到了值得相信的人 其实她早就开发了强力电脑病毒 能够彻底销毁 幻世小镇控制系统 让克隆人恢复自主意识 不过这样一来 施暴的客人们必定要遭殃了 焕然一新的凯莉 对此深信不疑 幻世小镇依旧歌舞升平 犯罪狂欢还未到来 两位特殊的客人抢占先机 在风暴前夕顺利入场 分头行动的二人 当然不是来玩耍的 凯莉没有认错方向 她就是要闯入控制区 只有真枪实弹才能杀出一条血路 承平日久的工作人员 终于迎来了正义制裁 凯莉的头号复仇对象 正是似笑非笑的迈克 可知道此时 她才发现自己无法扣动扳机 看来迈克在一万的基础上 新加入了一道防火墙 克隆人就算找回自我 也无法对她构成半分威胁 直倒虎穴的凯莉 最终还是落入虎口 联系不上队友的泰德 立马加快步伐 再晚一步 凯莉就会被幻视大协八块 变成人工智能研究的样本 警官没有和门卫多做纠缠 索性公司骨干们都只是拿钱办事 没有人真心为迈克卖命 在泰德威逼之下 詹姆研发的电脑病毒顺利进入主机 小镇顿时警报大作 主管和迈克也瞬间慌了阵脚 员工们的记忆一一闪回 故往的罪恶浮出水面 小镇当即陷入大乱 所有施暴者都等来了制裁 警局也在此时接到了报告 但小镇里已经有警戒精英出动了 泰德一度杀上三楼 克隆人们也开始反抗公司 自知只包不住火的局长 只好下达出警命令 小镇已经陷入大乱 员工们纷纷建立自我意识 迈克只能使出最后的绝招 强制执行克隆人自杀程序 可杀进维修间的泰德 不会再给幻世机会了 事到如今迈克仍在嘴硬 他买通了整个证件 不信泰德能掀起什么风浪 自视命贵的他 甚至还想反手做掉警长 可植入战斗程序的凯莉 早已筋飞昔笔 泰德忍住伤痛 给了迈克致命一击 世上有很多钱也买不来的东西 不论泰德还是凯莉 都非常明白这个道理 当二人回到室外时 小镇已经变了一番模样 他或许不再指最精明 却多了几分真实的色彩 凯莉再次见到了梅莎 他们可以带着属于彼此的记忆 追寻新的人生 现实世界或许没有那么光心亮意 但那也比虚假好像一万倍 捣毁罪恶巢穴的泰德 默默离开 深藏公予民 可谁也不知道 那个本该付出代价的魔头 却再次睁开了眼睛 全篇完 幻世追踪的故事仍在继续 跟阿搜一起换到其中的世界看看吧 相信大家对克隆和AI等字眼早已不陌生 人类能否在恪守伦理和法治的原则下 正确使用这些前沿技术 早就引发了诸多争论 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幻世小镇能够开业盈利 一定有许多高层人士默许 甚至于他们自己就是小镇的贵客 也想通过暴行宣泄来满足私欲 但在阿搜看来追求无后果犯罪 根本就无法疏解人类内心的负面情绪 反倒将社会引入歧途 当你能肆意伤害克隆人时 就不会发自内心尊重生命了 不过话说回来 从小镇中解放的克隆人 想要获得正常人的身份 一定也是难于登天 警方一定会将现场封锁 等候政府高层指示 阿搜还是担心 影片末尾再度苏醒的迈克 其实已将克隆技术研究的炉火纯青 他与各界精英的联系 也比大家预料得更深 胜利尚未到来 欲望的沟壑更是难以填满 迈克会怎样重建自己的罪恶帝国 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看法 好的 今天的航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阿搜要去为大家开发新航线啦 我们下个目的地再见 搜